热点聚焦,龙芯发布最小国产工业系统解决方案相关公司受关注,综艺股本用00770击下神州龙芯的龙芯CPU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通用处理器,打破了国外多年的技术垄断格局。 横威科技603496运用龙芯、飞腾等国产自主可控芯片,形成自主可控的嵌入式计算和交换的软银接平台,并将下游的设备商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。 我国首个自主研发抗艾滋病新药上市消关公司受关注,大众公用600635仓库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,采与前沿生物物C论融资。 太极集团600129与前沿生物物专门就爱可宁在药品销售、渠道、供应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,共同引领全球抗艾滋新征程。 半导体关键领域光眼磨区货潮来西查业链相关公司网授益,菲利华300395公司掌握光眼磨领新技术,石英古本603688公司的石英玻璃产品是制造光眼磨基板的关键材料。 相关概念股设计是绝中国000681、光影科技300356等,南京将出台集成电路失调,建200亿美元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,华新科技0021857月6日告,米财南京投资新建集成电路先进封测产业基地项目,项目总投资80亿元,主要进行存储器、MEMS人工智能等集成电路产品的封装测试, 可原股份002380是南京当地企业,曾承担加速生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专项经费项目等国家,和盛级重点科技项目,无锡法院携手阿里巴巴上线全国首个智慧执行系统, 相关概念不主要有话运软件30027197软件002279等,中欧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,IP龙头企业发展向好,视觉中国000681是国内最大的图片交易平台, 近期相继于淘宝中国和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展开了战略合作,中国科产601858正在积极推进从传统出版向知识服务的转型, 主要布局专业学科知识库,数字教育云服务,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方向, 教育科技603533,是一栋数字阅读领域的领先企业,拥有数字内容五十余万色, 机器人控制器瓶颈带突破,制造升级带来广阔空间, 埃斯顿002747为国产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与集成标杆企业, 机器人300024日前公告,银新签订单增加等元业, 上半年业继续增18%至38%,其中第二季度业绩大幅提出, 个股研究,厦门信达,入股公司厦门Webcos或增后公司盈利, 据媒体报道,由于手机等多个下游领域支撑需求增长, 这些厂商退出带来产能缺口,被动员器件的超景气周期延续, MLCC需求缺口难以消除,厦门信达000701, 持有厦门Webcos有限公司40%股份,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容生产商TDK在2008年收购了德国的Webcos集团, 据艾普克斯Webcos财报,截至2018年一季度, 艾普克斯Webcos公司的销售额达到约16亿欧元, 其主要产品包括电容器、铁杨替合点感器、雅定和保护器件以及传感器等, 近期价格大幅上涨的绿电解电容器及MLCCY公司产品, 广汇能源,LNG价格上涨供应紧张, 广汇能源600256在互动平台表示, 夏季是LNG的传统淡季, 但今年夏季中国LNG市场却淡季不淡, 呈现出价格上涨,供应紧张的异常局面, 国内价格涨幅仍大于汇率波动因素, 进口价差出现扩大趋势, 借启东LNG接收站27规划的55万吨产能, 获于今年年底偷产, 新项目落地带来了业绩增量, 未来增长可期。 公司公告, 低速时尚603587上半年实现净利1.740亿, 逆时派十元,华裔集团600623半年报净利与上年同期相比, 将增加6.7亿元到7.7亿元, 同比增加208%到240%。 邦道特干600507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12亿至14亿元, 同比增长75%至95%。 上年同期,邦道特干净利润约7.05亿元, 中通客车000957, 收到3.2亿新能源汽车推广补接款, 该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, 为1.90亿元。 灵阳能源60122, 你回购1亿元到5亿元, 回购价格不超7.6元每股。 大华股份00223月, 你8亿元头间大华西部研发中心, 主要规划建设研发, 办公厂所及配套设施等, 恒派实达3005134公司通信单元芯片通过检测, 成为国网合格芯片供应商。 老白杆9600559, 预增2.08倍, 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, 毛利率增加, 费用率下降, 风铃就业合并报表, 出售深南中珠峰公司,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, 进攻刚购600496, 预增100%至120%, 因业务承接持续向好, 绿色集成业务落地, 卧龙电器600580, 预增111.5%, 因下游行业景气度较高,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, 产品毛利率亦有所提升, 邦大特干600507, 预增75%至95%, 因大力降低生产成本, 盈利水平稳不提高, 外达医疗603108, 预增40%至60%, 因整体综合服务业务市场, 接受度逐步提高, 新增签约客户的业务快速落地执行, 同时存置客户业务收入稳步上升, 领阳能源60122, 你回购股份1亿元至5亿元, 回购价格不超过7.6元每股, 为海广泰0021111, 你回购股份5000万元至2亿元, 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每股, 华联控股000036控股股东华联集团, 7月16日增持股份106万股, 占总股本的0.88%, 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, 累计增持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2% 还此次增持。 担保科技002618的TPR薄膜碳化技术改造项目, 日前是生产成功, 该产品是生产后, 宁国剑桥大学教授, 苹果公司采购供应链负责人, 先后来公司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。 据悉,该项目是制备连续, 均匀, 柔韧性良好, 以及结构完整的二维量子碳基模, 有望再为电子器件, 芯片散热, 手机散热, 笔记本电脑散热, 柔性铁视频, 柔性太阳能发电, 动力汽车电池等领域应用。 项目最终竣工后, 预计在2019年初正式投产。 横派时达, 300513, 控股自公司前进无忧的三款通信单元芯片, 通过国网机量中心有限公司通信单元芯片, HPLC及互联股通检测。 该芯片主要应用于国家电网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升级改造, 公司借此将成为新一代国家电网用电信息采集和革芯片供应商。 对近一步拓展用电信息采集领域的业务具有重大意义。 杭州银行600926股票次6月19日起至7月16日, 已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下低于每股进资产期跌94元, 达到触发稳定股价速施启动条件。 根据招股书承诺, 相关措施包括回合股票, 时控人方面增持, 董事高管增持等。 杭州银行将在7月26日前召开董事会, 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